好,大家好,這是NCCU Highlight虛擬貨幣交易讀卡機的原型機DEMO 那我們現在,我們這次要來DEMO三個功能 第一個功能是讀取區塊點裡面帳號的錢 第二個功能是把錢轉給消費者 那第三個功能是出資消費者裡面帳號的錢 那我們現在開始DEMO 好,在DEMO的過程呢 一開始它要掃的是我們的RFID的TAG 那假設一開始是用一個 就是沒有在資料庫系統裡面的TAG呢 它出現的會是Card Denied 那如果今天是用有在裡面資料庫裡面的Card呢 它就會可以解鎖 解鎖進去之後你要先輸入你的Password 然後這邊如果我們就是隨便輸入的Password出來 它會跟你講你的Password沒有辦法進去 那我們這邊預設的Password是1234 那1234之後呢我們就可以進到這個裡面的功能 那功能就是剛剛講到的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看餘額 第二個部分是付錢 第三個部分是存錢 那第一個部分呢就是你按了這個A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前方裡面剩的錢大概是多少 像現在剩的話是18塊 那我們接下來測試第二個功能 第二個功能就是按這個B的功能鍵 然後它就會跟你講你要輸入的金額 那假設看你要輸入多少錢 那我們假設我們輸入兩塊錢 按一個像按下這個OK 那這時候它就會開始Loading 那這個東西就是它現在就會開始在區塊鏈端做交易 那這個時間取決於它挖空的時間 所以要看它大概挖空多久挖到 好像現在success了 那我們現在回去看A的顯示餘額的部分 就可以看到它的錢被扣了兩塊錢 那我們再來demo第三個功能 就是這個C的鍵 C的鍵是存錢的功能 那進去一樣輸入你的金額 那假設我們把剛剛的兩塊錢存回來 那按一下OK的鍵 我們就在等它Loading完 存錢到消費的錢包 對 好今天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把錢存到消費者的錢包去了 這時候我們看顯示餘額的部分 它就回到了18塊 那這部分大概就是demo的實作的部分 好謝謝 他說對了 對 好 感谢观看